根据中国海关总署6月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 5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3.45万亿元增长9.6% 其中出口1.98万亿元增长15.3% 进口1.47万亿元增长2.8% 贸易顺差5028.9亿元扩大79.1% 按美元计价 5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5377.4亿美元增长11.1% 其中出口3082.5亿美元增长16.9% 进口2294.9亿美元增长4.1% 贸易顺差787.6亿美元扩大82.3% 4月中国出口增速只有3.9% 较3月的14.7%明显回落 为近两年来的最低 但5月份中国出口增速快速反弹 不但明显高于4月 亦明显高于此前市场的一致预期 此前 路透社对28位经济学家进行调查 他们预计中国5月份出口额将较上年同期增长8.0% 国内有数据统计 8家市场机构的预测均值显示 5月中国出口预计同比增长7.7% 8家机构中预测值最高者为10% 最低者为3.2% 不过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实际数据大大超过了 之前国内外市场机构的一致预期 以美元计的出口同比增长幅度达到了16.9% 海关总署9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 前5个月 东盟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2.37万亿元 增长8.1% 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.8% 欧盟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与欧盟贸易总值为2.2万亿元 增长7% 占13.7% 美国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美贸易总值为2万亿元 增长10.1% 占12.5% 韩国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中韩贸易总值为9707.1亿元 增长8.2% 占6.1% 另外原油煤炭天然气和大豆等进口量减价养 前5个月中国进口原油2.17亿吨减少1.7% 进口均价每吨4463元 上涨55.6% 天然气4491.1万吨减少9.3% 进口均价每吨3815.3元 上涨70.3% 大豆3803.5万吨减少0.4% 进口均价每吨4063.9元 上涨23.3%